總是要發生事情的時候 才思考這事情有多麼嚴重 其實中橫的負責的公路單位 早就知道風險很大 東豪現在進入到那個山洞裡面 還要戴安全帽 其實以前我們在高中跟大學 參加救國團活動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要發安全帽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沿路 尤其在天翔過來 一直到那個有一個橋 尺木橋還是紅色 尺木橋 那個尤其在我們講到 走那個九區洞那一段 是 那個本來就隨時都有落石 可是以前我們走的時候 那個落石都比較小 小 很少你聽到有什麼十幾噸的那種落石 哎呀 但是我印象中 其實九二一以後 中橫這個事情就比較多 那尤其這幾年 因為臺灣我們連續經過幾次地震 你就聽到更多這種次數 尤其是陸客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你的次數越多 那因為機率的問題 不曉得 因為這個應該可能是要問問地址 地址專家 或者是是其他方面的 但是那個時候 那時候那個中橫走起來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戴著安全帽走都值得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哪會給你戴安全帽 都把前面發給你 後面就拿下來 因為你走你走在那個地方 尤其是有一個地方很美 我現在記不清楚 就是他離那個利物系 不是很遠 不是很高 是 所以你走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風一吹來 非常涼爽 然後你聽到吸水的聲音 走起來非常舒服 所以有些地方是見到吸水 那就是風險 來看一下利物系 這裡面有包括大甲 溪還有這個應該是利物系 可以看到馬路 其實就在溪的旁邊 所以有些路是開在溪邊 這樣溪邊 那你去榨山之後 為什麼結果 溪在旁邊很涼快 還有水立刻撈起來 可以喝 是 我跟你講 完全不是那麼優美的事情 因為那個石頭一堵住之後 他那個吸水白是很湍急的 你應該把他堵住 他沒有地方宣洩 就直接往上淹 那如果說你沒有 你沒有一開始預備好 你知道水要往哪裡流 你沒有趕快跑的話 整隊人可能被衝走 那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其實他們當時的生活條件 其實真的蠻差 因為他們都住在公寮 公寮裡頭當然不可能會有電 大家就是用蠟燭 然後你知道裡頭唯一的娛樂 大概就是喝喝小酒 腰邊聽那種斷斷續續的收音機 因為山谷裡頭你也收不太到 然後他們要吃個飯 沒事要跑到谷灣去背米 然後花兩天一夜的時間 再把米啊這些菜啊背回來 那你知道背回來 很多時候都已經湊掉爛掉 你也沒別的東西吃 你知道繼續吃 那不然怎麼辦 你根本沒有別的辦法 你知道現在很多當時在那邊施工的人 他們後來回去到那附近 我們現在看這畫面 我們已經出現這畫面 當時施工的狀況 你看人是掉在上面 等一下 你看到他是拉一條線 然後人掉在上面 然後再敲石頭 保持一個距離 是這樣一步一步敲的 他沒有工具耶 完全是用人工去敲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這是這個蔣經國 他準備要跟他說故事 好這是當時的狀況 來繼續 對 那時候 對 所以就是你知道現在很多 當年在施工人 他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是看覺得風景很優美 大家都會停下來看對不對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經過那個橋的時候 不要停不要停 我們趕快過去 那你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當年那邊死很多人 因為那邊一下子 就是整個斷崖下來 然後哄哄哄哄 整個走山 大家都死在那邊 他才不想在那邊停留了 就像那個篤鳴橋 現在九十九年通車之後 很漂亮一個橋 對不對 他說那個地方 以前危險的要命 你知道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早安斷崖 這個地方 早安斷崖這個地方 就是四十一K到四十三K 這個地方 你知道據說在以前日治時代的時候 日本過去之前 你要先喊一個 就故意喊一個早安 其實那個不是說去跟山崖 打招呼不是 因為你喊的時候你會有震動 震動的時候 如果一些小石頭 可能就會掉下來 你就讓他不要 等到你真的走過去的時候 再K到你腦袋 所以目的是先震動一點 讓他先掉下來一點 等一下 等一下 韓濱 你是要告訴我一件事情 喊一聲 Ohio 然後那個山谷回繞的聲音 就可以讓本來要鬆動的石頭 就會掉下來 石頭這麼容易就掉下來 因為那邊的地質非常非常不穩定 所以那個是很危險的地方 但是現在可能做的稍微好一點點 沒有以前那麼危險 但那個明隧道那個地方還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看 像我我每次看到覺得很好玩的 就是我們常在容易落實貪方的地方 前面都有一個叫你注意 其實我說真的我不知道要怎麼注意 我開車我不能一直這樣看嘛 所以你就只有趕快通過就對了 沒有什麼好注意的 是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真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地方 雖然是很優美漂亮的地方 好 這裡面其實有個關鍵點 等我們還會談這個事情 其實當時開的馬路就在河旁邊 這是河流 那這是馬路 所以有時候這石頭掉下來的時候 萬一下大雨的時候 雨就衝上來了 甚至有些小隊就在裡面馬上淹水 甚至裡面還有一個是飯店 那飯店也在水旁邊 曾經差一點就淹到了 聽起來蠻恐怖的 我們這畫面 這是非常古老的相片 那你可以看出來很清楚 在那中間的就是蔣經國 當時不知道幾歲 這溫勝 他蔣經國那個時候年紀還多大 那時候退伍會主委 退伍會主委 大概差不多四十五十歲這邊 還看起來蠻精壯的 五十多了 五十多歲 然後旁邊 然後再另外看這邊 是他的這個他的父親 就是蔣介石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不是生母的母親 這個是蔣宋美玲 好 這個畫面 的確是非常的珍貴 那當時說就是這些農民 他是高薪是用命來換的 溫先生 這些農民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其實開發東西橫貫公路 這一張就是最經典的 蔣經國最喜歡用的 探勘 探勘 他就是從這個東勢 走到了這個太魯閣 是 然後七月七號那一天 走了十九天 然後正式就是動工 所以那為什麼說蔣經國要投入 這一個這個深山領域 各位要看一下他的前因後果 我剛剛一開始我就提到說 當時曾經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發生了劉志然事件 劉志然事件 劉志然事件就是美國大使館被砸 美國人認為是蔣經國幹的 臺灣的美國大使館 對 所以臺灣的美國大使館曾經被炸過 被砸過 被砸過 現在情況翻面對面 對 砸過 在臺北光點 臺北光點那裡 我知道我知道那邊很美 然後當時這個大使館裡面的文件 很多失竊 對 所以美國官方認為是蔣經國策動 等一下 文聖大哥 你是說當時這個他被砸 然後砸出洞來 然後報名進去 把東西帶走 對 報名可以衝進美國大使館 還把美國國旗扯下來撕破 那美國大使館不是有配合他們的步槍嗎 沒有沒有 掏光了 我的天啊 這個鬧很大 所以叫劉志然事件五二四 那麼那一次美國對蔣經國不太諒解 所以他就省引了六年 乖乖就是去開花綜橫 那開花綜橫需要大量的人力 所以各位要瞭解到 其實綜橫很多人是從韓戰回來的老兵 一二三自由日 回來沒地方安插 而且他被俘虜過 對他也不太放心 所以乾脆就放到山上 那除了老兵之外 各位如果到清淨農場 也就是中橫的一個支線 清淨農場 各位看 顛免地區回來的 也是老兵 全部都在中橫 就把這一些算是農民吧 就是說不方便把他安插回軍隊的 全部放到中橫去開墾 是 就是落地或者在那邊開發 所以整個中橫充滿血淚 到今天你如果到清淨農場 你還可以看到這一些百儀族 百儀族哪裡來的 就是雲南 雲貴高原的 雲南 他顛免地區的就是柏陽寫的孤 孤軍 孤軍 孤軍現在就是全部都在那裡 所以清淨農場也是中橫的支線 那那更多的當然就是一二三自由日回來的 這些是原本是中國的軍隊 被我們被這個美軍俘虜 其實是國軍在內戰的時候被俘虜 所以毛澤東趁著打韓戰 人海戰術全部把他送到朝鮮半島 當炮灰 對 後來葫蘆了以後送回來臺灣 結果到最後再送到中橫去開墾 天啊 有這麼一段 曾經還有神父被巨石打到陣亡的 這個是更新文教院 這個上個月 你看還有這麼一篇回憶 就是張志宏神父 他是創辦更新3D服務社 還有更新寫作班 你看到現在大家很懷念他 他當時就是一九七零年 這個是過世十年後 寫的出了一本紀念集 出事當天上午 他還在長春池前面拍照 所以這是在出事前拍的 當天拍的照 對對對 還充滿了笑容 對 都不知道貨販就在下一分鐘發生 下一刻他在走 健行 他帶了一百多個學員 是 是參加東令的一個 算是自強活動 就健行隊 結果呢 講是說車子撞到 其實那個車子也是被落石擊到 對 就把他撞了 連環的 所以你看 這第一現場的搶救來不及 是 那這個是對於臺灣來講 就是說很多人對於更新寫作班 包括像座翼山 好多人都是從這邊栽培出來的 那這個創辦的這個神父 就是死在中橫的一個漸行的半路上 所以中橫這種所謂石頭砸死的事情 遠到三四十年前都已經發生過了 那個一路下來 到去年 我記得陸克在九七洞走的時候 也是被砸死 到去年 那他不是石頭會砸 其實為什麼那個九七洞會讓人家 算是說吸引人 各位要知道 中橫本身是世界十大奇景之一 不是只有落石 你到了一線天 在九七洞附近有一個地方 叫一線天 你把一張報紙攤開來 那張報紙就會自動飛上去 為什麼 氣流 上升氣流 上升氣流 屢勢不爽 你只要到了一線天 一張報紙攤開來 他就自動往天宮 自動就升上去 我應該試試看 把明佑送過去 他會飛上天 沒有 因為在座他最瘦 對不對 我不可能拿人駿跟我 因為肚子就上不去了 所以問題是 對不起 開個冷笑話 都好 所以我們再回想 他曾經在中橫待了三個月之久 就是他離台北很遠 因為剛剛可能是為了那個什麼 就是流自然事件 所以他就躲 也不好意思 他就就這邊隱藏了三個月時間 他還有跟這些人講故事的經驗 事實上 因為中橫整個 光是完工開的時間就三年多 對 主線一百九十公里出頭 那你知道這每一段一公里 都是換算起來都是一個人以上的人命 因為你走到天翔的時候有個長城池 那邊供奉了兩百一十二位犧牲掉的 這個工程人員 對 那那個時候來講 因為這批韓戰出來的老兵很難帶 但是還有一批更難帶的人 那批人其實在軍隊裡面都犯過事情 比如說有兩種特殊的單位 一個就是軍閥 已經受軍閥處分了 聽說有死刑犯 另外一個像我過去服役的警總 我們舉一種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單位 叫職訊總隊 職訊總隊平常來講 以前有一段時間 在還沒有用自民專案 以前叫掃黑的時候 那就是純粹的軍人 那都是在部隊裡面所謂的 只要有刺青的然後犯案的 那後來才會有所謂的管訊流氓 那這些人在那個年代裡面 這些人其實你要給他一個希望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把中橫開通 那麼你的刑期可以獲得減免 比如說你以為是死刑犯 無期徒刑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整個來講 蔣英軍我那段時間待在這邊 第一個韓戰的老兵其實是不好管的 然後第二個部隊裡面的這些死刑犯 職訊總隊的這些人也不好管 像他那時候 工程的時候是分斷的 比如說最前面要探勘的人 那個拿著十字稿 在那邊敲的人 那個最危險 最危險那一批 就是職訊總隊的 就職訊總隊跟死刑犯 後面呢 你這個路開出來之後 慢慢要把地基扎穩 這些後面是韓戰老兵 所以那個時候蔣英國在內 誰就經常待在那個地方 像這張照片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把它放大 這是蔣英國 那個時候開採的時候 像這樣子是沒有路的 所以那個路完全是 直訊隊在前面開路 慢慢把路一條條開出來 那像這是一個小徑而已 其實其實就是沒有路了啦 那個地方其實連進都沒有 對 他根本沒有路 那因為原來日律時代的那個 李帆道路有些東西是不能用 那像蔣英國那個時候 在山裡面的那段時間就... 其實他自己認為他自己應該體格 各方面還不錯 像... 像這一個 這個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他只是就是... 對 溪流 遇到一個小溪流 搭個橋 像有一次蔣英國那個時候來講 那時候因為事後有很多參與中衡的人回憶說 像有一回他遇到了一個 就是沒有路的地方 他是用繩索就是用鉚釘釘進去 然後拉繩索 然後這樣走過去的 然後遇到其中有個地方是需要跳過去 因為你沒辦法拉線 所以說你等於是在那個山坡上 你要用跳過去一個地方 本來過去他的方式他還是有隨乎啦 或者是部隊的人會扶著他過去 那一次蔣英國不要 他自己跳 就一跳沒有跳好 滑了沒有跳到對面 當然不是很大 但沒有跳到對面 所以那時候嚇一跳 因為如果沒有... 當然因為蔣英國還是活著的 還當了總統 那個時候因為我所講 前面上面有釘那個帽釘 然後有拉繩之類的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草 所以他剛好有抓到 可是你知道你想想看 他一隻腳是懸的 是懸空的 所以他差一點其實是可能會掛在那個地方 蔣英國就是他覺得他很年輕 他覺得他還可以 工程人員是都是跳過去 那我們說真的 我20歲能幹的事情 我50歲可能就要想一下 是 而且你要知道他那時候 那他看每個工程人員就這樣 跳過去了 跳過去了 他老哥想一下 他想說大家都跳過 我以前在西伯利亞混過 這個漢潮 你看他 因為他的身材其實不是很高的 對 所以他一跳沒有跳到 就摔下去直接就... 他還要抓到 他還要有抓到東西 好厲害 否則我們就沒有所謂的小假時代 好我們先進了廣告之後 你知道他遇到一個人叫林峰鎮 原來林峰鎮跟中橫開拓也有關係 原來這麼多秘星都在中橫 不過還是要留意一下 這邊落實是越來越嚴重 這個所有關照去的時候一定要有心情準備 我們先進一口廣告